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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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川老师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的節目 台北股市今天大跌 那個震盪蠻大的 我們稍微來看一下 到底這個盤後面會怎麼去走 好不好 我們先看今天的盤 今天指數啊 直接跳空跌了300多點 305點 那當然今天在盤中的時候 一度流出下影線高達快200點 那結果呢目前的盤 大概是跌了151點 那各位我們仔細看 今天台北股市跌下來 你會發現一個現象 其實今天到收盤的量 他蠻大的 大概也差不多有4000億以上 那今天一跌下來之後呢 目前這條月線應該是 盤中有跌破 目前是有點岌岌可危 對不對 那台北股市走到這裡 我們現在怎麼去做分析 各位我們注意看 其實今天台北股市為什麼會跌 大家都應該知道嘛 因為昨天美國的科技股都在跌 那美國的科技股為什麼會跌 各位你注意看 昨天 Netflix公佈上季的營收啊 令人失望 收盤跌了8%多嘛 然後呢 特斯拉呢 他也是公佈財報嘛 結果暴跌快10% 有沒有 當昨天這些啊 比較這都不是小股票 因為 當特斯拉跌了快10% Netflix跌了8%多 這就帶動什麼 美國的一些那個全值的個股 他們全部都在跌 全部都在跌 比方說亞馬遜呢 跌了快4% Mita呢也是跌了4%多嘛 那大家比較關心的 像NVIDIA呢 也跌了3%多嘛 對不對 好 除了這個之外呢 再來就是 昨天台積電法說嘛 那法說的結果呢 二度下修今年的營收 所以呢 台積電昨天跌了5%多嘛 那台積電都跌下來了 所以呢 半導體相關的個股 也都全面都在跌 那像什麼超微MD啊 跌了5%多嘛 對不對 艾斯摩摩昨天就已經跌5% 今天又跌5%多 那跌最深的是 聯電 跌了6.2% OK 好那各位 其實 我剛跟你講的這些東西啊 昨天盤中 昨天禮拜四盤中喔 才12點半這個時間點 我就已經告訴各位了 真的 我昨天是不是這樣跟你講 你看嘛 昨天 艾斯摩摩他公佈財報嘛 有時候財報優於預期啊 可是呢 他昨天就已經先跌了5%多嘛 那昨天呢 在這個時間點的時候 我就跟他講啊 我們雖然看到的Netflix 或者是呢 特斯拉 結果呢 昨天在盤後的時候 都先跌了5%多嘛 對不對 那再加上呢 台積電的營收 我說句實話 這個營收 我們之前也跟大家講過啦 7月17號我就說啦 如果你去看那個手機的晶片 真的是庫程很多啊 我就說 台積電的法術 這邊就寫嘛 什麼孔傳在下修猜測 我說台積電這裡 應該照理說啦 你說好消息 不多啦 只要一跌一有壞消息 這地方一定是對股價有影響 對不對 所以這些東西我們在昨天的時候 我們都已經跟大家做過分析啊 所以台北股市你今天看到 哇 美股跌台股跌 很合理啊 對吧 我敢說啊今天到收完盤之後 像假日這幾天啊 你一定看到很多老師跟你講說 你看吧 就因為是那個什麼Netflix啦 或者是什麼台積電啊 或者是什麼特斯拉的問題啊 我跟你講你今天再解有什麼意思 我昨天就已經告訴各位了 你今天再去解 不過是看報紙而已嘛 對吧 所以我就跟他說啊 那種分析對你沒什麼幫助啦 更何況呢 昨天就知道的答案 結果呢 你昨天看到一堆老師還是跟你講啊 你看我的股票漲停板啊 對吧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 當台北股市這個地方爆大量 開始震盪之後 現在目前的月線 它是岌岌可危嘛 對不對 我問你啊 漲停板都你的啦 創新高的都是你的啦 你看到這種盤我問你啊 你相信你現在手上的個股 是一手好牌嗎 你想嘛有可能嘛 好啦漲停板都你的嘛 創新高都是你的嘛 你都不會賠嘛 跌的都不是你的啊 我就說這怎麼可能嘛 你台北股市這一波這樣子跌下來 而且是爆大量跌下來啊 雖然沒有讓你看到說啊 跌得非常深啊 可是再怎麼樣 你現在這個時間裡 你不可能滿手好牌啊 你只要有一檔 個股賠得多的話 你三四檔你都搬不回來啊 所以呢有的時候 有些老師的講法 你可能稍微思考一下啦 因為你要的是獲利嘛 你要怎麼賺錢 如果說盤你都看不懂 昨天就知道的答案 然後呢你都沒辦法去做分析 我問你啊 你真的能夠賺錢嗎 稍微思考一下 好我們現在來看啊 今天台北股市 這樣子跌下來之後 對於後面的走勢 我們要怎麼去做研判 好我們來仔細看 昨天我就有跟各位講過一個重點 就是說台北股市到這個時間 你可能要留意一下 那個整個籌碼面的變化 什麼意思 整個禮拜四我就說啦 月線是融資大套牢的分水嶺 對不對好那今天台北股市呢 盤中有破月線嘛 那今天有稍微留下影線 目前是守在月線位置區嘛 可是我要跟大家講啊 你這種震盪盤 你現在套牢的越來越多 什麼意思 你注意看齁 昨天我們在跟各位分析的時候 我就說啊 台北股市從6月13號到現在為止 這一段 你會發現到啊 外資賣了500多億 投信賣了260幾億 自運商是買274 不過他是比較偏短線嘛 那這裡買最多的是融資啊 你現在融資買了287億啊 因為到昨天為止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啊 昨天的時候融資還增加23.8億嘛 再創新高嘛 那你今天這個震盪下來 老實講啊 你昨天去買的到今天為止 這樣震盪下來 其實還是套牢居多嘛 對不對 好你現在在這一段 到目前為止 你已經將近有287億的融資 卡在這個地方嘛 對不對 那當然你會說老師 那前面第一檔買的這個地方 還沒有賠錢啊 我有跟大家講過 我昨天有出錯嘛 因為這個地方第一檔買的 融資只增加5億啊 這地方融資也只增加5億啊 這地方總融資也只能有增加6億啊 就算這邊大跌融資也只有增加6億嘛 對不對 你融資增加最多的時候呢 是在哪裡 是上來的時候啊 這增加48億 有沒有 增加26億 這增加15億 也就是說在這個低檔的時候 融資增加不多 可是漲上來的時候呢 融資一直買一直買一直買 好 那你如果說我們去扣除啦 扣除這個差不多有20幾億的話 扣除大概這個低檔買的20幾億 到目前為止喔 這一段 這一段 現在已經差不多有260億左右的融資 都是套牢 這一段過程裡面 你這有260億左右的融資喔 你現在都沒有討到便宜喔 對啊 因為你現在都在高檔追啊 對不對 那這260億它所代表的意義在哪裡 我昨天怎麼跟他講的 你看嘛 我說啦 你台北股市 如果以這整段 從5月16號開始嘛 對不對 那時候台北股市開始公一段嘛 5月16號之後呢 到現在為止這一段 融資總共增加402億 剛剛我們說了嘛 前面 從6月13號到現在為止 差不多有260億左右的融資 全部卡住了 那你這整段呢 台北股市從這整段 總共有402億的融資買進嘛 對不對 這代表什麼 你現在已經高達快65%的融資啊 全部套在這地方 全部卡在這 我不要說全部到 我就說全部卡在這地方 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這個盤啊 當你正式破月線 然後呢 甚至於當你 當你正式破月線 就代表說 你後面套牢籌籌碼是越來越多 好 因為你現在那個分子是260億嘛 如果說這再跌下來的話 你那個分子如果減不下來 還在增加的話 那代表說那個比例就越來越大 所以呢你台北股市如果說 再去破前面那個低點的話 我跟他講那個季線絕對 絕對絕對不會是支撐啊 好絕對不會支撐 因為你越套越多嘛 當你季線絕對不是支撐 再破季線的時候 我跟他說啦 後面一定會有融資斷頭的那個風險出來 真的一定會有啊 那所以你看到這種籌碼面 你覺得啦 你再仔細看 我們剛剛說嘛 因為你現在台積電的走勢 打到這地方嘛 那昨天呢 台積電一定跌了5%多嘛 這兩天跌最多的是什麼 是聯電嘛 你看齁 聯電我還原簽字給你看 到現在為止啊 這整個波段一跌下來之後 代表說你將近差不多今年2月份 你去買進到現在為止的 你都沒有賺喔 對不對 那整個套牢籌碼都已經出現了嘛 那聯電之前我們在10月份 那個底部的時候 台北股市我們做多的時候 在10月份嘛對不對 10月份那時候呢 我一路叫你買嘛 買到3月份來到50塊以上 這個附近啊 我就全部賣掉 那時候我們賺了50%嘛 後來我說後面要除息 我說那全息太小 我說不除了 我們不除我們就賺這一段 對吧 那你後面進場去買到現在沒賣的 現在全部都套啊 那你去想 你台積電跌 你聯電也跟著跌 這代表什麼 你看看這是台灣50喔 台灣50已經破月線了 有沒有台灣50已經破月線了 那我問你啊 如果你全資股都破線 你覺得台北股市在這個地方的月線 能夠守多久 你想一下嘛 因為我現在用一個邏輯去跟你去推演嘛 我不是那種啊 反正盤怎麼樣不管它 反正你現在漲停板都是我的啊 反正就是這個也漲停 那個也漲停 這個創新高也是我的 我就跟你講嘛 如果你老師講的你都沒有啦 結果呢 你去參加之後 你現在的股票是套一頭拉股 我問你啊 你甘願嗎 那你甘願嗎 照現在市場老師講的 漲停都是你的啊 創新高也都是你的啊 老師問你有什麼好擔心的 你一定是大賺啊 可是真的有嗎 我就說啦 台北股市走到這個時間點的時候 你不可能一手好牌嘛 對不對 如果你有一檔賠的比較多一點 套的比較多一點 你三四檔都賺不回來嘛 對不對 所以呢 台北股市到目前為止 你就會發現到 哇這個區間 已經差不多有260億的融資 全部卡住了 那這個盤只能漲不能跌啊 因為你越跌下來 你那個融資就越套越多 可是你今天台灣50的走勢 你會發現到台灣50已經都已經破月線啊 那如果說你今天全值股破月線 我說嘛 你覺得台北股市這地方 往上的空間能有多大 就算跌升坦一下啦 但是你說要去走攻擊 台灣50看不到嘛 對不對 所以呢 就算這邊給你震盪 稍微守一下月線 給你稍微反彈一下 我跟你講喔 後面還是要破月線 後面還是要破月線 那這一破的話 你後面頭部就越來越明顯了 所以你接下來要注意什麼 你要小心啊 到時候如果說這個盤 稍微一有不勝 因為籌碼越來越亂了 稍有不勝的話 那就是要融資斷頭 就是這樣子啊 所以台北股市這一波的走勢 我之前就跟他講過啊 你看 7月17號 我那時候在節目裡面就跟他講 我說這裡是片線 有沒有 17號在這裡啊 有沒有 17號在這裡嘛 這一段 我跟你講啦 反正只要漲停 大家都是叫你買的 反正每天那個漲停板都是他的啦 來到這個時間點的時候 大家都跟你講 這就是要準備過錢高 要繼續往上攻啊 有啊 有過錢高啊 可是過錢高就打下來了 對不對 那時候我跟大家講說 這裡是片線啊 我就說啊 你會相信嗎 我跟你講如果你都相信 那就不叫片線啊 對不對 什麼叫片線 等到你套牢了 等到跌下來了 你才知道這裡叫片線 對吧 為什麼 那過去歷史就是這樣子啊 那時候我就跟他講啊 你從過去歷史來看嘛 111年的1月17號 那看起來就要準備要創新高啦 可是你買進去之後 後面就一段 110年的7月15號 那時候的指數都已經創新高嘛 還收最高耶 這一看就是要走攻擊啊 對不對 你買進去就是一段 109年1月14號 也是一樣嘛 到現在為止是騙你還是騙我 那我問你嘛 到現在為止是騙你還是騙我 啊 指數公司 那時候我就說啊 我們就看嘛 啊 到底是騙你還是騙我啊 那我問你嘛 到現在為止是騙你還是騙我 啊 指數公司還不是很大 或許你還不相信啊 好那沒有關係 我們再慢慢看 因為這個騙線的狀況 它越來越明顯了 如果你會發現到 哇最近買進去好像都在套 那就是要做騙線了 那接下來呢怎麼看 我們來仔細看 其實為什麼我會說這個地方 它是騙線 其實早在一個禮拜之前 那時候CPI公佈完之後 指數是不是讓你看到大漲 那時候我就跟他講過了 因為CPI它是化解走空趨勢 但是法人是偏空啊 如果以CPI這樣子化 CPI已經開始慢慢 通膨有稍微降溫的話 照理說你法人應該要做多啊 可是法人沒有做多啊 所以我上個禮拜五就提醒各位了 法人籌碼沒有翻多嘛 對不對 下週結算變數大 有沒有 是不是結算完之後你看 結算前一天就開始爆量大跌 結算又開始壓低 到今天為止還在繼續跌 對吧好那各位重點來了 那接下來這個盤我們要怎麼看 目前籌碼面我們已經分析過了嘛 因為你上面也越套越多啊 你那不能跌喔 你越跌你上面那個分子會越來越大 就會越套越多 當你越套越多的時候 你那個大家都套牢的時候 那個我問你啊 法人怎麼會去幫你解套 從過去歷史都是這個樣子啊 每次融資都幾乎都在高檔增加 然後呢增加完之後呢 你說要再拉 法人都一定會有一個清洗籌碼的一個動作這樣 那現在最怕就是那個洗得太用力的話 那都會有融資斷頭的疑慮啊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仔細看喔 接下來就是籌碼 就是整個籌碼的 就是那個結構的問題喔 台北股市今天跌停板的加速不是很多 不是很多對不對 昨天我就說過了 今天這個我今天要用這個測標 對吧 昨天說那個套牢的已經一堆了 所以我預計下週跌停板的股票 它會開始一路擴大 它會開始慢慢開始擴大 好為什麼會這麼講 等你去想嘛 到現在為止說句實話 很多股票已經沒有辦法解套 你要怎麼解 我問你現在怎麼解 這個股跌下來之後 你看融資都在創新高啊 你要怎麼解 你看這些股票啊 一路跌下來之後 你買在高檔 現在都沒辦法解喔 現在跌下來之後 你會發現融資都在一路增加 那在幹嘛 那都在做攤平 對吧 好那注意看喔 甚至於連今天那個國巨啊 你看我那時候已經講很久 之前被動元件漲的時候 大家都說被動元件很好 大家都有 跌下來都不見 不見到現在為止你看 它已經開始創破斷低跌了 那這些類型的個股 你會發現到很多啊 這些股票都一路跌下來啊 對不對 你看融資都在增加啊 這波最先跌的細力 到現在為止你也會發現啊 都談不上去啊 其實這些個股到目前為止 其實都已經出現什麼 有一些融資斷頭的壓力 都已經出來了 有沒有 都已經出來了 你會說老師 不對啊 今天跌領滿加速沒有很多啊 當然沒有很多啊 為什麼今天可能會多 如果今天跌領滿加速一堆 我敢跟你講 你趕快就賣股票了 今天跌領滿加速不多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哇 這個盤又留下隱線 應該是有機會啊 所以你上面已經套了一堆嘛 當你套了一堆之後呢 然後你現在趕快想辦法去做攤平 對不對 所以今天會留住下隱線 也不是沒有道理 因為今天跌領滿加速被控制住啊 但問題是如果說你越攤越不平的話 就像我跟他說的啊 你現在上面套樓重買越來越多 只能漲不能跌啊 對不對 啊如果說這個盤只是盤一盤 下個禮拜可能 禮拜一禮拜稍微讓你彈一下盤一下 然後呢讓你覺得 還是有機會趕快繼續買 再破一次越線 我跟你講 那個整個跌領滿加速會一路擴大 為什麼我這麼說 因為我們現在發現到啊 全值的個股它破線嘛 破線之後呢也頂多是跌升坦而已啦 對不對 那更何況呢現在有些股票啊 也讓你看到什麼 他開始有些個股都開始在盤頭了 都開始在盤頭了 有些個股都這樣子啊 那盤一盤都已經開始慢慢下來嘛 對不對 好所以呢 全值就叫做佔有全值的股票 現在也沒有讓你看到什麼攻擊了 大概就是那麼擠檔 但你會說啊這種區間盤 應該都是漲小型股 我是建議你喔 小型股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我們來看喔 為什麼 你看喔 5月5號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跟大家預告說 那時候禮拜五嘛 我說下週小型股會 會有一堆股票跌頂板 有沒有 你應該記得啦 你到時候你再去Youtube裡面看 那時候我們跟大家預告的時候呢 結果呢 隔一週之後 就是說隔幾天之後 你看跌頂板加速一路擴大 有沒有 你還記得嗎 那時候在5月份的時候 都在漲什麼股票 軍工啦 什麼探權啦 什麼生計啦 對不對 我拿一檔個股去做比例 拿一檔個股來看你就知道 5月份嘛 4 5月份那時候是不是去漲 軍工的過個股 雷虎你認識嘛 對不對 5月份建高點之後到現在為止 他沒有高點喔 對不對 好那各位 那時候我就跟大家講啊 那時候市場上所有老師都跟你講 什麼軍工啊 什麼探權啊 什麼生計 我跟你講那個時間點 根本沒有一個老師跟你講AI啦 因為那時候題材都還沒有出來啊 結果現在大家都說 你看AI我早就跟你講 那種很騙的 好不好 那時候我跟你預告說 小型股會一堆股票跌頂板 結果一堆股票跌頂板嘛 對不對 5月9號的時候我就跟他講 那已經是主力出貨啊 小型股半年之內 因為你有辦法解套 還記得吧 那時候我是這樣跟你講嘛 你看嘛 到現在為止你要怎麼解套 你買在上面現在沒辦法解套啊 那時候我為什麼會這樣跟大家說 因為那時候我跟各位講過 有一個叫做屬於 內部人的 證交法裡面有一個 內部人的條款 你在半年之內 你買賣股票 你利益要還給公司啊 是不是 應該還記得了 好那各位 我跟你講 我為什麼說 就算盤震盪你不要去買小型股 為什麼 這是今天最新的新聞 7月21號 台股內部人短線交易變多 你看 金管會再市井 政績局的主密 他說近兩年官場 只要股市一日二落 內部人短線交易的情況就變多 所以他提醒各上市公司的內部人 不要去處法令 否則公司有權追回該利益 有沒有 這7月21號的啊 對吧 5月9號的時候 我跟各位講過 內部人的交易法則嘛 你像行情看起來不錯啊 結果呢 很多人在偷做啊 所以呢 金管會已經開始跟你市井了 那我問你嘛 有些個股 主力或者是公司派賣掉之後 他現在再去做 他是犯法的喔 所以你說啊 老師啊這個盤那邊走震盪 都是漲小型股 你說啊 金管會已經正在查了啦 所以呢 之前那些高檔啊 那個主力已經出了 大股東已經出掉的股票了 我跟你講 下個禮拜還是要繼續領 搞不好他的賣壓還會加重 為什麼 因為金管會已經在查了嘛 你內部人交易啊 那所以呢 小型的個股 我跟你講 下個禮拜你要預防 那個跌領板加速 還是一路擴大 懂我意思啊 我知道 我今天講的不是你喜歡聽的啦 因為到現在為止 你會發現到啊 台北股市之前爆大量之後 這段已經開始出現一個 比較大的震盪嘛 其實你在這一段期間裡面 你買幾乎也沒賺錢啊 當然啦 頭顧老師都算了 漲停都是你的啦 創新高也是你的啦 我就說這不可能嘛 你怎麼可能會去拿一手好牌 他們只是為了要收會員而已啊 到昨天都還是股票漲停板啊 或者說這種做法 只是西斗又賣西斌斗娘啦 真的啊 到這個時間點你說嘛 你去參加之後 老師就跟你講 你看我的股票漲停板 你看我不要創新高 你看我大賺 結果你都在賠錢 你怎麼會甘願 所以我還是建議各位啦 因為我們 在高點的時候我都是提醒你 不要亂追 因為這叫做片線 全市場沒有一個老師呢 看得出來這什麼叫做片線 每天都是要創新高啊 所以呢你都買在高點啊 到現在為止已經有260億左右的融資 全部卡在這裡喔 下個禮拜如果說 這地方稍微有點反彈 我是建議你 趕快把持股出清啊 因為你要預防喔 那個融資會不會有斷頭的壓力 當有融資斷頭壓力 我可以跟你說你買什麼都沒有用 為什麼 那叫做覆巢之下完軟 懂我意思啊 我是建議呢 現金多留著 等到那個真的低檔到的時候 你可以大減便宜 你可以賺更多啊 這樣會不會比較好 這東西你去慢慢思考好不好 今天我們都是希望 我可以幫得到你 那如果說你能夠認同你的方式 你覺得需要我幫了你的 你再打電話進來 好不好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待會兒回來 你去民國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運作的 投資顧問公司 擁有證券及期貨雙執照 更是國內少數老字號的 投顧公司之一 投顧業是一門良心的事業 面對的是高獲利 與高風險的投資 我們不造神更不沉默 專業、智慧、經驗、負責 用最嚴謹的態度 最嚴格的標準 來決定股票買賣 帶領會員穩健的獲利 更是我們唯一的宗旨 運答投顧 真心照顧 02-2781-0909 2781-0909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 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動乾坤 好歡迎回到現場 台北股市今天大跌 不過當然了 今天台北股市也流出下引線了 不過我們剛用籌碼的角度 我跟大家分析過 這個危機沒有解除 而且你是籌碼是越來越亂 如果說台北股市如果說 再破一次月線的話 我預計下個禮拜那個跌跌滿加速 會開始擴大 我剛也說過了嘛 內部人交易已經開始在查了 今晚會已經在查一些小股票了 所以有些個股這個時間點 不是你買 而是你要想辦法說 把那個資金留下來 當穩定的時候 你才有錢去買更低的股票 你才能夠真的賺得到錢 我們的分析只是 無非是把你辛苦賺的錢 當作是我的責任 不要說你辛苦累積的錢 在這邊賠掉了 那就很頭痛了 希望我的分析能夠幫得到你 好不好 那你需要我們幫忙的 歡迎你再來電諮詢 我們禮拜一見 拜拜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我們下次見